我想我跟真鍋都是喜歡挑戰的人 所以我覺得我們跟不一樣的合作 總會從其他人身上學到一些東西 然後在跟不一樣的人合作的時候 會產生一些化學效益 特別是時代一直在往前進 創作的工具也一直不斷在改變 我們擁有的這一副身體 它跟這一些科技的結合 其實在毛衛量的時候我做了一些嘗試 但我渴望的再往未來多找一點點 一つ是人的動作 筋肉的動作 就是經電センサー 使用它們的一種 還有是カメラ使用 ダンサー的動作 解析它們的一種 還有是拍攝的素材 AI技術用來改變 就是經電腦的 AI的動作 但是 這是 本來的 ダンス創菌 一回限 只要是 有的 技術 改變 做成功 但這次的作品有很多次做的 所以我認為技術的需要有一點點 我更著迷的是我們人體做不到的部分 所以我和舞者分享了 曾經這個腦波所影響的舞蹈影像 我們都覺得從裡面得到很多 有一點點突然間打破我們對於舞蹈應該怎麼跳的一種想像 我也許沒有辦法獨立完成把歌背往另外的180度拐 但是我有可能透過其他的編排的組合 讓他看起來像往另外一個地方拐 或者透過三人舞雙人舞的一種組合 變成一種其他的可能性 對於晉智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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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點點突然 對於晉智的設計 我們希望所有的素材是來自於舞者身體的本身 所有的事情是從人開始的 這一個作品不管是影像聲音 它的出發點都是從人的運動 人的移動 人的動興起念 而開始改變這整個舞台上的風景